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继续学习A1考前辅导文字词汇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第19课 第一个单词,ミトウシ 表示第一个意思就是看得很远,眺望的意思 那除此之外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用在它抽象的用法上 看得很远的话呢,其实也就是预期,指望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来看例句 これからのミトウシがつかない 惯用短语 ミトウシがつかない 何々がつかない,ミトウシがつかない表示 没有指望或者说难以预料的意思 比如说下一个短语 说呢,ミトウシがくらい 暗い我们都认识是黑暗的 暗的 那么ミトウシがくらい就是前景、暗淡的 或者说ミトウシがつかない 这个也很常用 ミトウシがつかない ミトウシがつかない 都是前途莫测的意思 看不清楚的意思 然后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ミトウシが明るくなった 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くらい 表示前景、暗淡的 现在呢,明亮了起来 ミトウシが明るくなった 那件事呢,终于有了盼头 就是期待呢,开始有了指望的意思 暗い、明るい、つかない、聞かない 都是比较常用的 ミトウシ表示看得远 就是将来的指望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ミナス ナス的话呢,我们之前介绍过 汉字写成 ミナス那就是看成的意思 把什么东西看作是什么 比如说 オートバイになる少年を フリョウとミナス フリョウ呢,是小流氓的意思 把这个骑摩托车的少年 看作是行为不端 看作是小流氓 说呢,我们比较文艺的一个说法 说把人生呢,当作是一场旅程 那么 人生を旅とミナス 就这样翻译 人生を旅とミナス 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旅途 也可以这样说 人のことを自分のこととミナス 把别人的事呢,当作自己的事 热心肠的人 ミナス比较简单 就是看作是当成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ミ、逃がす 看汉字我们也知道 看,然后逃がす呢,是漏了逃了的意思 那么ミノガス就是看漏或者是错过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来看例句 说呢,これは ファンの見逃しではならぬ ならない映画だ 这是作为影迷 作为爱好者 绝对不能看漏的 也就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不能不看的这个电影 这里ミノガス是表示错过的意思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句 说呢,遗憾者を見逃す 遗憾者を見逃す 見逃す在这里呢,不再是错过的意思了 而是宽恕他 饶过他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放了他的意思 对这个违规者呢 就宽恕他了 饶恕他了 也可以这样说 せっかくのいいチャンスを見逃した 难得的机会 结果怎么样呢 自己给错过放过了 非常遗憾的时候使用 最后一段例句 犯人と気づかぬ 気づかぬ 気づかる 发现 察觉到的意思 没有发现到这是一个犯人 気づかぬままに 什么什么 妈妈 前向的状态 怎么样了呢 ミスミス 見逃してしまう ミスミス呢 就是眼睁睁的意思啊 眼看着他 说呢 没发现他是犯人 眼睁睁的就把他给放走了 見逃す 这样的用法 看漏 错过 或者是放过的意思 好的坏的都能用 下一个单词 这个是测量的意思 这个是测量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眼睛看着测测吧 也就是斟酌 看着办的意思啊 最主要的还是用在第一个意思上 斟酌 比如说我们来看例句 说呢 就给别人送东西的时候呢 你要看着这个人来看着这个东西 来决定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啊 就是斟酌着发送货物 或者说呢 そのことは 叱るべく 見計らって やってください 叱るべく 就是できるだけです 就那件事啊 你尽可能的自己看着办吧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自己看着来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下一个说法 タイミングを見計らう タイミング 时机的意思 斟酌时机 找到一个好的时机 見計らう 斟酌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ミモト 那汉字写生源 源的话呢 モト的话就是原本的意思 那ミモト呢 就是你的来历 出生的意思了 身份 比如说 ミモトの確かな人 確か 确实可靠的意思 ミモトの確かな人 就是来历比较明白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 就是 知根知底的人 这个叫ミモトの確かな人 出生可靠的人 就是知身知底的人 知根知底的人 然后呢 也可以说 ミモトを調べる 调查他的历史 并不是指这段城市的历史 而是这个人的历史 ミモトを調べる 也可以说 ミモトを引き受ける 引き受ける 在这里是担保的意思 那ミモトを引き受ける 就是担保他的身份 ミモト是指人的来历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ムカムカ 在讲ムカムカ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他的相关动词 ムカツク 他什么意思呢 ムカツク 一个是 就是吐き気する 恶心 有点不舒服 胃不舒服的感觉 気持悪い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ムカツク 就是一下子来生气的 发火的状态 叫ムカツク 那么ムカムカ和ムカツク 是同一个词根来的 所以呢 意思也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 他就是恶心想吐的样子 比如说 酒に酔ってムカムカする 喝酒喝多了 就开始想吐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表示生气 跟ムカツク一样 比如说 彼の話を聞いてムカシムカした つまりムカツクいた 一听他的说话 我就上火 我就生气 大动肝火的感觉 胸がムカムカして吐きそうだ 就是还是恶心要吐的感觉 所以呢 ムカムカ也好 还是ムカツク也好 主要就是两个意思 一个呢 是表示恶心 吐き気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生气 上招 发火的样子 下一个单词 ムジツ 无实 那带有所有跟ム相关的词 跟大家说一下 所有以ム为打头的词 都是佛教用语 所有以ム打头的词 全都是佛教用语 ム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ムジツ 无实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没有根据的 没有实质的东西 就是没有根据的 冤枉的意思 它呢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それはムジツのことだ 这呢 根本就是胡编乱造的 空凭空捏造的事 假的 那么ムジツの词名 什么意思呢 冤枉的罪 然后 有名ムジツ 我们中文也会说这个 有名无实 一样的意思啊 ムジツ 就是无实的 冤枉的意思 那么可以说 ムジツのもの ムジツの人 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没有罪的人 被冤枉的人 叫ムジツの人 那么冤枉的话呢 还有一个说法 叫 ヌレギの 这个记住就行了 主要是念法比较习惯 ヌレギの 失衣服的意思 当然了 它也可以表示 冤枉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还是ム 这里呢 叫ムチャ 什么意思呢 胡说八道的 乱七八糟的 叫ムチャ 比如说ムチャを言う 言う说 那就说废话 胡说八道 ムチャをやる やる是做 那ムチャ呢 就是胡乱的 ムチャをやる 那就是做荒唐的事情 胡闹 或者说 ムチャな高値 高値是贵 ムチャな高値 就是要价比较离谱的说 贵的离谱 叫ムチャな高値 还有最后一个 ムチャなダイエット 就是女孩子常做 ダイエット減肥 ムチャなダイエット 就是实在是减得有点过度了 过度的结实減肥 叫ムチャ 那说到ムチャ的话 我们还会认识这个词 ムチャクチャ 就是乱七八糟的意思 那么它的音变 ムチャクチャ 还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三个词没有区别 ムチャ ムチャクチャ ムチャクチャ 都是乱七八糟的 口语当中都会使用 所以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下一个单词 ムチャ 空 汉字写空 那就是空虚的 徒劳无益的这种感觉 叫ムチャ 很空的感觉 那么比如说 ムチャ 笑 什么样笑呢 就是笑呢 就是皮笑肉不笑 虚伪的笑 ムチャ 夢 它是个梦想 怎么样虚幻 太虚幻 不可能实现的 ムナシ 夢 也可以说 時が虚しく過ぎる 時が虚しく過ぎる 過ぎる 那是过 那么就是虚度时光 好 ムナシ 韩字的意思 空虚的 下一个词 ムヤミ 又回到这个ム 上面来了 ムヤミ 是什么意思呢 胡乱的 过度的意思 跟ムチャクチャ 差不多有点感觉 有点像了 怎么用呢 比如说 ムヤミに人の噩子をするものではない ものではない 不应该的意思 不应该怎么样呢 随便说别人 这个传文 也就是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意思 也可以说 ムヤミに薬を飲むより 早く医者に見てもらえた方がいい 与其呢 你在这儿胡乱自己 胡乱吃药 还不如早点去看医生 比较好 或者说 ムヤミに褒めるな な的话呢 放在句尾 表示禁止 不要太夸扬它了 不要太夸张了 ムヤミに褒めるな ムヤミ 表示过度的意思 ムチャクチャ的话 和ムヤミ 还稍微有点区别 ムチャクチャ就真的是乱七八糟 没有一个整理的思路的 ムヤミ有点过分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メアテ メ的话呢 是眼睛 那么アテ呢 是目的 那么メアテ 就是目标依据的意思 目的 比如说 テレビットをメアテにアレク 就是以什么为目标呢 电视台为目标 朝他走过去了 或者说 メアテモナク デカケル メアテモナク 这也是很常用的一句话 没有任何目的地的 出门闲逛的感觉 叫 メアテモナク デカケル 也可以说 メアテがハズレル ハズレル什么时候使用呢 你买奖券 没中奖 或者是猜 迷猜中的时候使用 那么 メアテがハズレル 就是没有达到你的目标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メグラス 什么意思呢 汉字写寻 它并不是寻的意思 而是把它围起来的意思 メグラス 比如说 ケゴをメグラス 就是派了很多不满的警卫人员 周围全是警卫人员 也可以说 它表示转动 发挥的意思 比如说 チェオメグラス 动脑筋 也就是发挥你的材质 或者说 クビオメグラス 把头转过去 叫クビオメグラス 好 下一个单词 メザマシ 这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单词了 表示惊人的 异常的 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包裔的说法 比如说 メザマシ 活躍 它这个非常活跃 或者说 日本呢 取得惊人的发展 那么说到惊人的话 我们学过一个词 イチジルシ 显著的 当然这个词 你可以替换 日本はイチジルシ ハテヨトゲダ 也可以 意思是一样的 都表示惊人的 了不起的 下一个单词 メド 我们刚学了一个 メアテ 表示目标目的地 メド 也有这个意思 也有目标的意思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眉目线索的感觉 叫メド 比如说 犯人の眉目がつく 眉目がつく 怪用句 就有了眉目 有了线索的意思 就是犯人的终于有了线索 或者说 メドがたたない 也比较常用 表示毫无线索的意思 メドがたたない 或者说 ジギギョモ やっと メドがつく ついた メドがつく 就有了头绪 就是这个事业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有点知道 应该怎么来做 メドがつく メドがたたない 两个怪用句一下 有了目标 或者是有了头绪 然后毫无头绪 所以呢 メド这个词和 メアテ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メアテ 的话呢 主要就是目标 目標 目的 那么 メド的话呢 主要还是表示线索 手探がり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这个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就见到过他 他汉字写设 当然了 有设立的意思 除此之外 还有准备的意思 比如说 機会を設ける 准备机会 当然了 也表示设立 新しい 支点を設ける 条件を設ける 创造条件 都可以 两个意思 准备和设立 都可以 你要说 想表示这个 想 还有一个单词 给大家认识一下 失来る 汉字也写设 他就是设立的意思 申し文 我们讲用的一个短语 就是申し文ない 无可挑剔的意思 那申し文什么意思呢 挑剔 抱怨的意思 申し文ない 申し文がない 都可以 无可挑剔的意思 比如说 申し文のない 出来倍的 出来倍是搞定的意思 实在是搞得太好 或者说 才能の点は申し文がない 关于才能上 我们无可挑剔 或者说 有一个说法 比较有意思 叫 妙な申し文 申し文 比较巧妙的 理由的意思 申し文 有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抱怨 这种 或者说挑词的 妙な申し文 就很巧妙的 这种说法 理由 那么类似的说法 还有一个 意文 也可以表示抱怨 的意思 和申し文 差不多 但是呢 意文がない あまり使わない 不太会说 意文がない 我们只会说 申し文がない 好 下一个单词 もくろみ 什么意思呢 它是 もくろむ 这个动词 变来的 动词原型 もくろむ 表示 计划 企图的意思 那もくろみ 还是它的意思 计划 企图 就是变了一个名词 比如说 もくろみが 外れる 刚才呢 我们提到了 外れる 表示 落空了 没猜中 那么 もくろみが外れる 计划 落空了 那么也可以说 もくろみ通りに ことを運ぶ 按照这个 计划 来行事 ことを運ぶ 行事的意思 那么类似的 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 くわだて くわだてる 然后 たくら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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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计划 企图的意思 这三个词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可以使用 下一个词 もってのほか 是一个名词 比较少见的一种名词形式 比如说 怎么用呢 嘘をつくとはもってのほかだ もってのほか 真是太让荒谬 岂有词体 太意外了 真是太过分的 的意思 说那 既然说谎 实在是太过分了 也可以说 にげるとはもってのほかだ 说那 既然跑了 逃之夭夭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もってのほか 太过分的意思 荒谬的感觉 ひどい 有点这个意思 好 下一个词 もっぱら 我们做练习的时候 已经见到过这个词了 汉字写 专 那就是专门 主要的意思 一心一意的 就是 只做这一件事 全身心的 这种感觉 比如说 もっぱら 読書に 火を送る 就是 光读书 度日 一心读书 度日 或者这样说 彼が 辞職する という噂が もっぱら 大家都在说 他可能要辞职了 それはもっぱら 外国へ 輸出される 这个是专门 针对外国出口的 就是仅仅 仅限于这里 没有其他的东西 有もっぱら 下一个单词 もめる 汉字写柔 但是它并没有柔的意思 而是表示 发生了纠纷 不舒畅的感觉 心生不定的感觉 比如说 常用的几个短语 写在这里给大家认识一下 第一个 話がもめる 就是两者有争执 或者说 気がもめる 担心的意思 焦虑 気がもめる 那么也可以说什么呢 遺産相続でもめる 遺产继承问题 出现了纠纷 也就是说 もめる实际上 是有纠纷的意思 纠结的意思 常用短语 気がもめる 就是很担心 那么真正的柔 用哪个词呢 下面这个词 もむ 是表示揉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もらす 写漏 那就是漏的意思 遗漏 流漏 或者是错过的意思 比如说 秘密はむやみに 漏らすものではない 秘密呢 是不可以随便泄漏的 然后 用件を漏らさないように メモを取る メモを取る 记笔记 为了怎么样呢 不要把什么东西给漏掉 所以呢 就记了笔记 用に 在这里表示 目的 为了 然后 ふまを友達に もらす 跟朋友 流露出自己的不满 抱怨的意思了 最后一个 明かりをもらす 不要把光亮给 透过来 もらす 还是漏光的意思了 所以呢 它说来说去 就是汉字的意思 漏 下一个单词 もろい 汉字写脆 那就是脆弱的意思了 可以形容 这个东西很脆弱 也可以形容 人很脆弱 都可以 比如说 什么意思呢 不堪一击的就输了 就一下子就输了 没有持久率 もろい 输得很干脆的 一下子就输掉了 所以呢 もろい 总归就是碎的 或者是脆的意思 下一个词 ややこし 这是我们认识的 一个单词了 表示烦的 烦的 复杂的 繁杂的 这种感觉 比如说 ややこし話し 这事真烦 有ややこし そうなると 問題が ややこしくなるだろう 这样一来的话 这问题可就复杂了吧 ややこし 表示复杂 麻烦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ややもすれば やや呢 是稍微一会儿的意思 ややもすれば 就是稍微过了一会儿 就怎么怎么样 其实也就是动不动 就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決心がややもすれば 崩れそうになる 崩れる 崩溃的意思 这个决心啊 动不动就要崩溃了 没什么决心的意思 也就是 或者说呢 身体能不太好 ややもすれば 病気にかかりやすい 什么什么 やすい 容易 病気にかかる 生病的意思 说呢 他那身体不太好 动不动就生病 那么 类似的说法 还有这么多 ややもしたら ややもすると ともすれば ともすると 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动不动 动辙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やわらげる 看漢字我们也知道了 它是一个他动词 就使之缓和的意思 使之柔和 比如说 声音呢 放得更柔和一点 哄小孩子的时候 声音を少しやわらげる 也可以说 緊張をやわらげる 缓和自己的紧张 言葉をやわらげる 就把话呢 讲得委婉一点 把话呢 放得柔和一点 那么这是他动词 やわらげる 自动词 やわらぐ 这是他的自动词 やわらぐ 之前和的话呢 我们还学过一个词 なごむ 还记得吗 表示和序的 和睦的 我们学过 なごやか なごむ 和睦的 和序的 やわらぐ 是柔和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课 我们选的五道题的练习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题 弟弟干什么东西呢 都不会太长时间 就是坚持不下去 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四个词 猜呢 估计你们也会猜这个 三分钟热度的意思 三分钟热度 过两天就不做了 三分钟热度的意思 那么其他什么意思呢 八方美人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八面玲珑的意思 各方面都是美人嘛 就是八面玲珑 然后接下来 自业自得 首先要念法 回念 自行自得 自业自得 什么意思呢 表示自作自受 下一个 这个没问题了吧 优柔寡断的 所以呢 跟这句话 比较合适的 就是这个 三分钟热度的 接下来第二题 什么什么がないなら 彼女のことは 諦めた方がいい 说呢 如果没有什么的话 她的事儿 你还是放弃吧 没有什么呢 我们看有四个选项 美 美がない コツ呢 再表示 秘诀的意思 然后腕 表示手腕才能的意思 所以呢 搭配的也就是 第二个 脈がないなら 如果没希望的话 她的事儿 你就放弃吧 别再追了 接下来 第十六题 長続き 長い続き合いに 什么什么 今回だけは 許すことにした 说呢 看在长期 我们已经 老朋友的份上 长期交往的份上呢 这次我就原谅你了 今回だけですね 只有这次我原谅你 下次可就不行了 好 看在什么什么的面子上 我们固定的说法 何々に面じて 何々に面じて 表示 看在什么什么的面子上 其他的 有する 就是有的意思 重视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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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表示 以什么什么为基准 以什么什么为标准的意思 二十一题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道题目 干扰选项非常多 说呢 休日は子供の相手をする 周末的时候呢 就是陪孩子玩了 子供の相手をする 怎么样陪孩子玩呢 我们有这么多选项 第一个 木っパラ 我们说是专心的 ことに 是特别的格外的 ひとすじ 就等于ひとすら 一个劲的 然后 もろに 表示全面的 所以呢 照期呢 我们应该呢 是选择 第一个 木っパラ 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然后呢 就职团の話題で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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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就业问题啊 怎么样了呢 我们有四个选项 先看一下四个选项 是什么啊 持きり 就是大家始终都在 议论这件事儿 一直都在议论这件事儿 持续热议的意思 然后 持出 持出 拿出来的意思 然后 持合せる 表示这个持有的意思 持合せる 然后最后一个 つききり 有的时候 粗音可以省略 有的时候 你つききり 没粗音也是一个意思 つききり つききり 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表示 一直待在身边 然后 陪护左右的意思 那么 照期呢 我们就只能选择 第一个 表示持续热议的意思 说呢 由于全世界经济的 不景气的影响啊 这个就业难的话题呢 一直 受到关注 一直持续热议 好 那么今天呢 这课就到这里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